全世界,我们都是平常的普通人,很多时候为了生计奔波,要为身边人操劳,常常忙得疲惫不堪。 为了生活更富裕,即使脚下得路在艰难,肩上的担子,总是有千斤中也要奋力前行。 一,生活已经很累,别让心更累,人活着就要承担无数的压力。 要去面对各种磨难与考验,甚至随时可能遭受突如其来的意外与病痛,这些是谁也无法逃避的现实。 如果你总是唉声叹气,愁眉苦脸地面对生活的话,那么你只会对人生充满绝望,也会让自己感到越来越心理交瘁。 生活不会都是完美的样子,有些事情,不管你愿不愿意面对,该发生的你也改变不了。 但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,不管命运里有多少的坎坷曲折,不管生活中有多少的烦恼琐事,都要满怀热情与期待。 生活中有太多的无可奈何,有些事情,总是让人身不由己,言不由衷。 即使心中有千种心酸,也会绝口不提。 其实生活中,谁没有泪水流下的瞬间,谁没有忍不住的时候,你又何必为难自己? 扛不住的时候,就不要强撑,该休息的时候,就休息,想哭泣的时候,就哭泣。 生活已经很累,别再让心灵再累。 我们都是平凡人,就应该拥有一颗平凡的心,去做好平凡的事情,过好平淡的生活,千万别让自己的心活得太累。 作为一个成年人,肩上扛着责任与担当,你不能喊累,也不能喊痛,受委屈了,只能默默在心里承受。 除了坚强,你别无选择,可是生活已经很累,别让心更累。 面对生活的风雨与坎坷,其实最不容易的是我们自己,我们只是个凡人,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。 不是不知劳累的硬扛,而是给自己一个拥抱,给自己一个歇息放松的机会。 这么多年来,一路走来,哭过笑过,匆匆忙忙一天过去了,忙忙碌碌一年过去了。 为了一家老小的家庭幸福,为了生活的柴米油盐,再难,我们没有放弃过,再苦,我们没有抱怨过。 多少年我们吞下了多少别人不知的委屈,又咽下多少旁人无法体会的心酸。 可是啊,生命如此短暂,不知不觉已经人到中年了,有的时候仔细想想,人生苦短,何必太过为难自己? 谁没有伤心难过的时候,承认自己的脆弱又怎样? 谁没有心里崩溃的时候,不必伪装自己那么坚强,承认自己的疲惫又有何不可呢? 谁的一生都不是一帆风顺,谁的生活没有经历过酸甜苦辣? 有时,贪求过多,会让自己更加心累,人生就是不完美的。 不必勉强自己凡事都拼尽全力,总和别人比,累的是自己。 人啊,我们之所以会心累,就是因为想的太多,思想徘徊不定。 我们之所以会烦恼,就是记忆太好,该放下的放不下。 我们之所以会痛苦,就是追求的太多。 我们之所以不快乐,就是奢望的太多,不是我们拥有的太少,而是我们计较的太多。 人生何必太过为难自己,该记得记,该丢得丢,生活已经很累,何必让心更累? 二,想得开,内心就不会太累。 简单而真实地活着,每天的日子就会充满阳光,心中也充满追求美好生活的激情。 这才是平凡人,最真最美最快乐的人生。 人生本就是一半努力,一半虽远,生活一半是烟火,一半是失和远方。 既能大步走天涯,也要学会啄酒半清茶。 人生没有十全十美,但是可以随其自然,虽然生活没法称心如意,但我们可以竭尽全力。 把笑容挂在脸上,让内心充满阳光。 人人都向往美好的人生,都想过幸福的生活,也期待有相伴的知心朋友,渴望那份真心的感情,但是跌研起伏的人生,注定有聚有散,有悲有喜。 所以,与人相处,就要看得淡,想得开,内心就不会太累。 做人不需要太多的东西。 只要健康地活着,真诚地爱着,开心地笑着,就是一种富有。 想不通的事情,就不想,得不到的东西就不要,别为难自己。 生活已经很累了,何必让心更累呢? 无论生活是喜是悲,都要学会给自己一个拥抱。 人生一辈子不长,回望曾经走过的路,点点滴滴,记录着我们所有的付出。 有心与无奈,还有诸多的不义。 走过人生的侃侃可磕,练就了我们坚韧不拔的毅力。 也让我们有力战胜困难的勇气。 人生本就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战斗。 你终要跟平凡的自己和解,感觉疲惫的时候,不妨把该丢的丢掉,该忘的忘掉,然后轻装前行。 用一颗美好的心去看待世界风景,用一颗快乐的心去对待生活的琐碎。 我们就能在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欢乐与幸福。 面对生活的风雨坎坎,我们需要的不是不支劳累的硬扛,而是给自己一个拥抱,给自己一个歇息放松的机会。 人生路不好走,该低头的时候要学会低头,该让步的时候也懂得让步,只有守得住委屈的人才成得了大气。 只有争得住考验才能赢得自己的尊严。 生活中我们都需要温暖。 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,你只知道咬牙坚持,那么总有一天,你的内心会因为积攒太多的委屈而崩溃。 人生本就不是一帆风顺的,当你很累的时候,与其默默含泪扛着,不如选择放下得失,也放过自己。 人生一辈子不长,与其费尽心思地去讨好别人,不如做好自己。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,只要你愿意迈开双腿,就能走向成功的彼岸。 所以,在任何时候,我们需要的是不勉强自己,一切尽力而为就好,凡是看开点,别让自己太累。 真正的累不是深累,而是心累,身体上的累,休息一晚就好了。 如果是心累的话,那就真的是难以承担了。 所以我们要学会接纳自己,不跟自己着急。 别人对我们冷漠了,也别计较。 只要开心地做,我们自己就好。 人之所以会觉得心累,就是因为想得太多了。 人之所以会烦恼,就是因为记忆太好了。 该放下的放不下,该忘记的忘不了。 人之所以会痛苦,就是因为追求太多了。 人生就是奢望的太多。 我们不是拥有的太少,而是我们计较的太多。 其实完美不是真正的人生,想要完美的只是人的心。 人生只有经历过风雨,才能见彩虹。 我们要学会在阴霾中寻找温暖,在黑暗中探求光明。 只有领略过四季的起伏,才能中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。 生活已经很累了,何必让自己的心再受累。 前段时间,听一个姑娘说她的心酸故事,我真的为她觉得累。 她喜欢的人并不喜欢她,而她还一直赖在她身边,听她的冷言冷语,丝毫没有得到尊重不说,还备受伤害。 在那过程中,男生喜欢上别人,傻乎乎的她很伤心,却非但没有离开她,反而是帮助她来伤害自己。 她说,只要男生还在身边,哪怕要和别的姑娘一起分享她,也无所谓。 不知道这个姑娘,看到她和别人在一起时,心情是怎么样的,但我看着都觉得很心累。 一方面,要努力地讨好她,另一方面,要尽最大的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。 一个普通的凡人,要有多大的胸襟才能包容这样的事情。 要承受多少常人所不能承受的痛苦,才能接受这样的情感。 这都没什么,关键是这种委屈求全,根本不会给自己一个好结果,只会把人弄得筋疲力尽。 我不知道姑娘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什么。 每天的工作已经够累了,为了生存下来,在工作中要忍受的事情,已经让自己够累的了。 下班之后,本来要的是一个可以说上话,诉诉苦的人,怎么会选择另一种疲累的生活方式呢? 那个对自己无心的人,除了会带来伤害,还有什么呢? 既然是这样,又何必让自己赖在他身边,又累又痛苦? 谁都知道,每个人的心理承受力都是有限的。 就像每个人肩膀上能承受的重量一样是有限的,人可以有负担,但负担若是太重,会直接把人给压垮。 前方的路还很远,想要更快地走到理想的终点,先要学会让自己卸下负荷,让自己轻装上路。 放弃一些不必要的事情,才能让自己的前路走得更加平稳。 这世上没有铁打的身体,也没有不死的生命,活着,不要让自己太累了。 有些事情努力过就好,不要固执地非要一个怎样的结果。 人生无法适时完美,注定要有的残缺那就接受。 生命只有一次,生活已经很累,别让心更累了,好吗?